他很害怕 他担心 所以贝林说的这个不准 不对 那么呢 然后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正常 为什么呢 他太太后来在10点到11点 就收到了两通电话 是从李波那打来的 第一告诉他 都还好 第二嘱咐他不要去外面张扬 在这个之间 那么就李波就 太太就在乎张扬 那么在这个期间 他没有给我 他接我电话的时候 他已经收到了 李波的两通电话 他并没有向 他的朋友跟我描述的 他当时晚上去 就让他的临时雇员 陪着他去仓库 找他丈夫的时候 他丈夫不在的时候 他当时就崩溃了 哭了 这些东西是他 后来他人相对平静 是在他收到了 李波的两通电话之后 相对平静 他跟我说话 他又是相对平静 为什么 因为他并没有告诉我 他收到了李波两通电话 他只是告诉我这个事实 李波十个小时以上不见了 但这期间他已经收到电话 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 跟 就是说他去报案的时候 其实媒体已经开始装 就是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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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他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 他 在接下来的一天里头 他接受了两个重要的访问 一个就是他 长期合作的 明报 另外一个就是最早把他的事情 批 曝露的 这个 这个苹果日报 这两个专访 使整个香港 对于这件事情 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是史上最大的一个 速度之快的一个新闻 也就是他的丈夫 小时 如果他没有在第一时间 把这两个 跟记者的见面的访问 做出来 如果他采用的是阿海的太太 或者是 另外那两位 在中国东莞跟深圳的太太 即林荣基太太 林荣基各位知道 就是那个 铜锣湾书店的前老板 现在的经理 用他们家属的方式 不跟媒体讲 今天的李波 不可能让他发出来 这么多的消息 又是传真 又是电话 又是在游行前 要阻止游行的 那个 对于自己的这个 这个处境的那种 那种 这种 就说你们这么游行 我还怎么回乡呢 我们还记得他的传真 同时他的那个 所有的消息 不断地出来 直到刚才 我又知道新的消息 他又发出了 他的这个传真 说 我就是配合 阿海事件的调查 也就等于说 整个的脚本 全是一个过来 之前他从来没说 他配合什么调查 为什么事情 现在就全弄清楚了 那么也就是说 李波 我觉得 他是目前这几个人里面 第一跟外边 互动最多的 互动最多的 也得到了他们相对的 所谓的承诺 这个承诺 我只能猜测 就比如说 我们不会判你行啊 我们甚至可能 在春节前让你回来啊 或者就说 我们会保证 比如说 就是你只要配合 我们的调查 我们保证 怎么怎么样 这种可能性 都是存在的 那么这就是 现在我们看到的 这个香港的这个事件 最新的这个情形 那么呢 香港 整个的香港政府的反应里面 我还是高度肯定 那个就是 那个那个 那个梁振英的那个声明 梁振英的声明 比他的政务司长的 更为更为强硬 他强调了两个部分 其实是梁振英施政的 就是他做这个特首 最基本的一个政治基础 就是说 一国两制这个政策 不可以变 也不能够 不应该受到 就是好像意思 没有影响 第二呢 就是中国大陆警方 不可越境在香港 就是押人去中国 这个消息 是他写的 他说的这段话 是在中方说 他是自愿回去中国 配合调查的 之前 所以呢 梁振英的这个发言 其实是我认为 相对来讲 最强硬的一个 特首的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 是整个香港社会 也产生了一个 比较大的一个反响 他的动作比较大 我也不知道他是为什么 那么也可能是为了 他自己的名义基础 另外一个呢 他要强调 就是说在这个部分上 他可能也跟中央政府 做了一个直接的询问 中央政府给了他 一个知识化回答 比如说我们无所系 对吧 我们不知道这个事情 是由谁做的 另外一个呢 就是说一国两制 是我们共同的承诺 那么他发了一个 相对高调的一个 一个State 那这个部分 那这个部分就是 我们现在看到的 整个香港社会 目前对于李波事件 和接下来这个高潮志气的 这个事情的一个反应 那么我也注意到 纽约时报 在看了我的那个报告以后 他们写的 就说整个的这个过程里面 他们发现这是一部 极可以变成极其精总的 一个侦探小说的一个题材 具有所有这方面的元素 那这是目前为止 我们看到的这个李波 这个桂敏海事件 目前在香港和国际社会 发生的这个大的变化 我想这个阿海的视频 出来以后 明天国际媒体 大概会把这个事情的 报道和东西 压过这个台湾的选举 台湾选举的最大的 最重要的报道 昨天应该都结束了 也就是说进入到 这个东西的一个 一个关注中 大概就这情况 好 说这个香港这个事 我刚才我同意这个和平讲 就是这是1997 香港所谓回归 或者是香港移交主权以后 这个应该是最重要的 一个政治事件 这个政治事件的这个程度 是非常偶然的一个事情 爆发的 那么这个部分 无论怎么去谈它 后来可能产生的影响 都不为过 因为这个事情真的是 香港社会之反应之大 和对于香港这个人心理上 香港人民心理上 所造成的持续的阴影之大 是很难评估的 那么这个其实非常非常巧 它就是在那么巧的一个时间点 发生了这么一个事情 而且是因为我们不断的 去把阿海的事情做下来 才能产生出这么一个连带的效应 为什么呢 就是说 如果我听了李波太太的话 我没有因为阿海的太太 把我给挡了好几天 就是你不能够 我在那个报告里写的 他给我三点什么 不能跟媒体讲 不要去吓我 不要给阿海 阿海不是你的朋友 你这么做 就意思是告诉媒体 后来我发现 就绝不能够听阿海太太的 那个思路的办法 所以李波太太当然也对我愤怒 但是如果我不在第一时间 把这个事情递漏给媒体 如果采用其他以往很多时候发生的 香港有很多人被抓 或者说在香港被贼 或者是像林荣基的太太 其实林荣基到底 就是香港的这个 同郎书的这个主人 到底是在深圳被右近去抓的 还是在香港被抓走的 都没有办法判断 所以事实上 是不是李波是一个 第一个 在他们这五个人里面都不确定 那么另外两个确定 是在深圳和东莞 那么在这个情况下 这么一个东西 造成了巨大的一个效果 就是他的太太 在李波还没有发来传真 把他安抚的那48小时内 他做了重要的决定 跟媒体去面对 我就说李波的太太 是太重要的 那两天他没有被国家左右 没有被李波的信件左右 从此之后 他又再次沉默 再也没有任何的 除了立法局的一个议员 说他的丈夫可能去嫖娼被抓 他引起愤怒疑 绝对封口了 所以这两天的改变香港历史 其实将来是怎么写的 不为过的 而且我如果不去引爆这件事情 可能就没有他太太面对媒体 他太太如果不是被媒体 这么样狂轰乱追 包括西方媒体 他恐怕不会 李波在这期间没有给了信 那么他是不是做了这个决定 我觉得很难讲 因为绝大部分的香港的家属 都不会把这个事情 跟媒体这么样高调 因为我反复强调 这些人不是政治犯的家属 政治犯的家属才会这么做 一般的犯人的家属 都不会这么做 出版人常常会忘掉 他们是另外一场的政治犯 在书的这个出版上 说你和平也是一个政治犯 你听这个事情 在共产党的行为里面 所以那么就是这个部分 我觉得是很重要的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怎么样 让我们自己的这个资讯 和媒体的东西 和我们做的谣言咎 怎么样跟主流社会 发生迅速的关系 然后呢 让他们产生足够的重视 这也是一个巨大的学问 如果我不把这些东西 向全世界那么多地方 全给拒了 就意思是这故事太长了 有多大可信心 怎么写了一万五千中文 就一万将近一万英文 说这个东西怎么就 等到最后 李博的事弄出来的时候 每一个报纸都向我道歉 和媒体 所以我们当时 没有把你的东西 就是先披露 或者再当回事 只有卫报 香港卫报 英国卫报 他们派的特派员 在我的配合下 就是说其实就 这些东西 其实都是非常重要 将来我们作为一个 案例研究的时候 让这个事情 和平你说的对 就是说这个事情 要引起足够的重视 让国际社会的巨大的压力 让中国政府 可能会收手 因为这个压力 没有香港的这个巨大的压力 和这个国际社会的这个反应 就是说这个 从李博出来才有反应 那阿罕的东西太难了 因为怎么弄 家属不配合 让他们去 他的太太还是德国公民 也不愿意在德国 说一句话 怎么去请他 我说你能不能 就是在你们家 他开记者会 我告诉你 德国 德国之声很多媒体 都会找 去一趟柏林 跟德国外交部 人权专员见个面 他随时跟你见面 都拒绝 所以我就说 这个家属不说话 我们在外面 再怎么折腾都没用 为什么 他到不了那程度 所以这个事儿 确实是非常重要的 而且这个东西 对于一国两制的影响 实际上就是说 这块基石 在崩塌的过程里面 这个石头正在过程 我没有说 它已经完全没有了 因为这个事很重要 我就一直强调 因为我这一辈子 干的就是出版自由 当年在北京 也是因为出杂志被坐牢 所以我这就是一个 就存亡齿寒的关系 所以我才会在乎这么大 另外阿海又是一个 1984年写诗的朋友 就这个东西 因为还有一个 还有很重要 这个和平 我不是阿海 那个秘密作者里的一个 我跟他从不进行 中国政治禁书 或者伟大领导人的 性生活的探讨 也没有写这种书 我要是写了这种 像刘璐兄 恐怕我也没像我这么难 我也没想 一个问题请教贝勒队长 那今天的这个视频里面 有一个细节呢 我们看到呢 说这个11年前发生的 这个交通造势 那么这个桂敏海先生 被判刑两年 缓刑两年 那么在这缓刑期间 他是用了他人的证件 然后偷渡出境 那据我们了解的一个情况 并不是这样的 他是请求瑞典大使馆 给补发了一个护照 然后偷偷地出境 那当局为什么要在这个问题上 进行一个伪造 那对此你怎么解读 这个就是说真相只有这一个 要不就是我们听到的那个 没有我没有办法跟阿海和他的家人求证 都他们的家人都不知道 其实他前妻大概知道 前妻不说 他女儿是现在才知道他爸爸有这事 就现在我说是中央电视台出来了 他的现在的太太 我们也没有机会问他 因为他不跟我们谈论这个事 所以呢 到底是像我们所了解到的阿海 用护照丢了到瑞典驻中国 或上海领事馆去换那个新护照 还是像新华社说的 他重新弄了一个护照 或者用别人的证件先出去了 这个东西真相只有一个 我不敢说哪个是真相 所以这个是一个 还有呢有很多破绽 比如说那个 我们注意到就是说 今天那个视频里面出现的 说他出事的时候46岁 这也挂不上 今天媒体还问我 我说他64年生 刚才那个新华社报导师怎么写 对 就是说这个岁数 他要在11年前 可不是46岁 应该39岁吧 桂敏海 桂敏海那个东西 他可能原名就叫桂敏海 他后来又改了名 对我们就是 其实以前我们都叫他桂敏海 但时间久了 因为老叫他阿海 那个名可能还真是 他最早护照上的那个敏感的名 而不是人民的名 所以呢这个部分呢可能是 但是这件事情 我从来都认为不可能是假的 也不可能是杜撰的 就是他出了一车祸 他就撞死了一个人 这个事几乎是 我们早就发现有这个事 只是没法求证 不能写进去 你不能在没有确定的 愿意披露名字的引述人的情况下 把这事当成一个假设去行 因为这个东西还确实是一个非常严重的事 阿海本人 我现在想到他这些年的变化的时候 我还真是觉得他有事 就真的是经历过一个巨大的事 一个人的状态和心情 和他整个的形象的样子 现在想着还都是有点震惊 因为我毕竟那么多年再见了 在香港 2007年见到他 我都变那么大 那就经过一个事 就能 就现在想想 还真是 人都跟我第一 就是跟我早年 1984年完全不一样 所以这个部分确实是一个 我说起来就真的是很 就是很悲观的意思 这件事情可能彻底的 使他能够离开中国 可能被比如说驱除啊等等 人都可以变得无望 其实我们做的很努力 对于阿海的很多努力 其实很基本 就能希望他 能够被驱除出境 被瑞典政府给他 想办法把他保出来 作为一个瑞典公民 甚至就是说 有可能他们让他离开 他的太太跟我反反复复讲 你们不说什么 他还有可能被回来 你们这么弄了 他就再回来 所以这些东西说起来都很惨痛 因为有了这个经验 那么李波的事情 我就绝不管他太太说什么 就是说你告诉了我 我就给媒体讲 因为你丈夫的这个事情 毫无疑问 跟这四个人的被捕有关系 绝对不可能说 那个晚上没有了 何况他还没告诉我实话 没有 就他就没有告诉我 后来来电话的事 所以我就觉得这个事 我还是很高兴 就是说居然这个事情 引起了香港这么大的变态 那普京的这个事 我也是 我在纽约时报 说的非常清楚 我说中国现在要这么做的话 就是国家恐怖 那么就是普京 是统治的在板 其实普京不是光克里米亚 普京在统治期间 有多少重要的政治人物 异议人士 不明不白的死掉了 包括在大桥上 被杀掉的前总理 前副总理 这些人他们被 他们被杀掉以后 凶手都找到了 而且这些人都在坐牢 唯独凶手不告诉我们 谁让他做 这些行为 普京的这些行为 很可能给现在的领导人 提供了很多 他们形式的参考 这是非常可怕 OK OK 好 好